主织的零食一年前是这样一年后是这样 我驾车的油价一年前是这样一年后是这样 那以前的通胀是怎样完 今次要搞多久 还有我们有什么是可以做的呢 通胀其实一直都有 不过今次我的确是有点点担心 首先看一下以前的通胀是怎样完的 美国第一个近期大一点的通胀是在1946年 当时刚刚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家的生活恢复正常 前面开始买回不同的家庭生活用品 大家就用打仗期间挫下来的钱 一波峰地去买东西 车、雪柜和珠色佬 结果当时社会出现了报复性消费 物价很快就被推高 大家又怕迟些买更贵 所以越贵越多人买 结果当时美国的通胀在短短9个月 由3%升到20% 不过那次的通胀很快就自己消失 因为很多企业看到利润那么好 所以就不停开厂加班去生产这些电器 不用几个月市面上的供应爆升 价钱很快就跌下来 第二个通胀发生在1951年 当时发生了南北韩战争 大家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先完又来打仗 所以由一波峰去掃货 买了所有必须的家庭用品 不过今次的通胀也很快结束 大家看到南北韩战争出来的规模比较小很多 对自己的影响不是很大 所以大家很快就松口气不再抢购 通胀很快就正常回 可以看到这两次的通胀主要都是因为需求才太快而引起 当供应追上去的时候 通胀自然就会消失 不过第三次的通胀就没那么简单 大家开心生活了15年 在1965年 美国进入了大通胀时代 而这一次一涨就涨了17年 这次通胀最麻烦的地方 是个问题不在需求那边 而是供应 其中有些其实跟今天的情况非常类似 当时中东先有发生两场战争 第一个是以亚战争 即是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世界国家开拖 美国因为支持以色列 所以阿拉伯那边就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 第二次就是伊朗革命 当时伊朗人民因为不满意政府独裁和贪污 推翻了当时的国王 不单影响到伊朗的石油出口 之后伊朗和伊拉克 也都因为十业派和顺利派之间多年来的首恨 再一步爆发两伊战争 而中东是石油出产最主要的地区 这几场仗对石油出口的影响很大 所以油价一升就升了十几倍 由之前的三元升到三十多元 令到很多日常生活里面有多要靠石油制造的产品不停加价 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美国工人觉得自己的待遇太差 大家都为了争取好一点的福利 出现了工会这件事 一方面要求加工 而另一方面又要求降低工时 令到生产供应方面再一步受到影响 人工成本上升 老板当然就会加价 东西贵了 大家又再要求加工 结果老板又再加价 令到通胀不停地升 当时的中东就是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 一个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出产国 一个是粮食的出产国 油加油之前不够二十元 一升就升到去过百元 而英国的工会也经常罢工 地铁罢完之后就到机场 不过其实罢工在过去这么多年一直都有 真正令我担心的 是今天的世界分裂的情况 似乎比过去四十年都要大 大通胀最后消失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出现了两样 可以大幅降低生产成本 同时又提高生产效率的东西 互联网和全球一体化 全球一体化 大家分工 一个负责设计 一个负责生产 而互联网就更加不用说 以前很多人手做几个小时的东西 现在电脑几秒就帮你搞定 虽然这四十年通胀的问题也不是很大 即使全世界的人口 由当初的44亿 去到现在的80亿 需求不断升 但供应方面一样都可以追得上 而成本也不会升得太快 我有留意到有不少人觉得 今次的通胀会是暂时升 一来是因为很多国家加息 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会被以前引手 而是因为之前有很多公司因为疫情和打仗入多了货 库存数字开始上升 当公司要减价散货 通胀自然就会消失 我虽然也很想是这样 不过现在地缘政治的对立 似乎在过去四十年最严重 要么就把新产线搬回自己的地方 要么就不出口 将能源和粮食变成武器 俄罗斯那边打极都不断气 而最近美国又想中东增产 不过油长show都不show他 美国媒体痛批拜登这趟行程根本是大失败 俄方片面宣布将在2024年要退出国际太空站 这种对立又或者去全球化造成的成本上涨 加上现在极端天气导致的能源和粮食问题 不同地区处理疫情步伐上的不一致 和加息太快可能会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 上面没有一件事是可以轻易解决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今次的通胀特别担心的原因 那么在这个经济环境之下 除了省得就省 买股票不要那么勇之外 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我其实也有想过买黄金 又或者比特币这些之前很多人推介的东西 虽然很多人都说黄金是避险资产 不过我见他近两年都好像没什么升 反而很多人见美国开始加息 宁愿把钱全转成美金避险收息 至于比特币 他去年价价还在50万元上 不过现在就跌到连一半都没有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避险的特性 Crypto和黄金暂时看起来都好像不对路 所以我还是先看清楚 说一说 虽然比特币的出现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 他背后的理念很熟高 不过我个人对这东西始终有一些保留 一是因为越来越多人发觉 比特币要花的能源比之前想的高很多 在这个资源越来越紧张的年代 又不少人都开始想这个模式是不是可以持续下去 而是因为比特币和其他Crypto在过去十几年 全球大放水的背景之下出现 就连狗狗币都试过升到飞上天 没差点经历过熊市和收税的经验 而最重要的是即使过了十几年 似乎还有不少人纯粹当他们是一个投机赚钱的工具 多过在一个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货币 所以我都很好奇他之后会怎样发展 最近大家可能都是以手为主 可以投资的东西不多 不过除了做美金定期之外 大英国的朋友 都不妨考虑下我上一集介绍过的政府财钱计划 每财4元可以赚多1元 一个人每年最多可以赚到1000磅 汇报率有25% 大家未看的可以去之前那集看 其实我都不是完全悲观 在危机下面的成长通常都是最快 俄罗斯和中东援着欧洲的天然气 反而可能会加速他们在再生能源技术方面的发展 而另一方面 企业面对的员工罢工和躺平 可能都会加速转型 向人工智能 物联网 和机械人自动化方面发展 所以大家要留意有什么新公司或者新技术出现 他们很可能是下一个投资的机会 至于没有投资开的 都不妨趁这个机会进修下 最好的投资永远是自己 现在世界越来越复杂 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得个古字 不过都很欢迎大家留言分享自己的看法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集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